拉涅利教练带队这么出色,为什么经常被老板解雇拉涅利教练,出自于盛产优秀足球教练的意大利,拉涅利教练履厉丰富,也是世界上出名的足球教练,可带队时间最长也不超过五年,为什么拉涅利教练执教这么出色,为什么总被老板解雇,想当年拉涅利在英超切尔西队,带队带进,欧冠四强,淘汰当时如日中天的阿森纳, 历史性最好成绩打入英超亚军,可赛季结束,却惨遭球队老板阿布拉西莫维奇解雇,当年莱斯特城夺冠,真是现实版童话故事,赛季初,谁能想到狐狸城能拿英超冠军,在拉涅利带领夏勇夺英超冠军,但是过了两年,功勋教练又遭解雇,真是令人匪夷所思,拉涅利教练从1990年代初期就开始自己的支教上, 最早是在意大利的坎帕尼亚出道,之后在卡利亚里的经历,成功奠定成为著名教头的基础,二年时间把顶吉林赛的卡利亚里,带到意大利甲吉林赛,之后加盟紫衣军团佛罗伦萨,成功带领紫衣战士问顶意大利飞, 在意大利执教,认识了佐拉,为日后在英超执教打下了基础,经过辗转反正,之后入住斯坦福桥,在阿布没来之前,意大利教头已经带领切尔西打入英超前六,在阿布收购切尔西后,拉涅利被拉进封口浪尖的位置, 在这一年,首次突破欧冠四强,英超也杀进前二,使切尔西日是最好成绩。不仅成绩有所突破,还给切尔西日,后称霸英超留下大量的优秀人才,之后去了油文图斯,那时的油文的比较落魄,刚接手球队不久爆出电话门事件,导致队内的大排球员陆续出走, 在著名不利的局面下,依然从意大利以及联赛强势回归,冠军杯也双杀黄马,在这个相当困难的情况下,能打出如此成绩,功力真不简单,之后在狐狸城也是,带队夺德史上第一个英超冠军,稳固的后防,强硬的中场,前场只留瓦尔迪,培养了后防核心坎特,前场尖刀瓦尔迪,中场魔术师马赫雷斯, 在夺德冠军第三年遭遇解雇,在金元统治下的英超,莱斯特成能够夺冠,可以毫不夸张地废成为奇迹,在当年博彩公司威廉希尔对英超冠军开出的赔率中,莱斯特成对夺冠的赔率为一比五千,这个象征着比猫王还活着的赔率还要高, 莱斯特成能够夺冠真相格林童话,或许童话的主人,就是拉涅利和他的弟子们,为什么带队成绩这么好还遭遇解雇? 其实拉涅利有个特别的称呼,叫补锅将,意思是随时林威寿命,很快就能改变球队的战绩,提高球队的战斗力,补锅将是说拉涅利善于对现在的阵容进行了一调和完善, 他善于用别的位置的球员,培养后弥补阵容上明显的漏洞,而不是一味的买入相应位置的球员,这样做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。 还有一个园丁的称号,只为被人做嫁衣,没有拉涅利在97到98赛季两年,之间的苦心经营,蝙蝠军团不可能此后崛起,与皇马和巴萨分庭抗礼, 而执教蓝军时格外信任特里,蓝帕德也成为穆里尼奥时代不可或缺的角色,但他永远没品尝结果时的甜蜜,拉涅利带队的稳定性有待观察, 在狐狸城,走了一个坎特,球队却要为宝吉而战,拉涅利教练,如果能保持球队的稳定性,可以说是足坛最厉害的教练之一。 作为一个资深求你,个人非常钦佩拉涅利教练的带队思路,大家想想,还有哪些教练和拉涅利一样,带队不到三年会被解雇,图片来源于网络,如有侵权,请联系作者删除。 请不吝点赞订队